现在这个事情呢烧到了台北市 现在的市长蒋万安 还有前任的市长柯文哲 那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大家都不能够接受的 就是在信义区的这么一个幼儿园 发生了就是这名幼儿园的 园长的儿子毛姓的教保官 对这些小朋友做出这些 不堪入目的事情 竟然家长都去告了 然后告不成 然后市长也觉得没事 然后就这样拖了一年 到了蒋万安的2023年 也再拖了一年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 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先讲 幼儿性侵台北市政府有没有篡改 为什么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他这个公布了一个 所谓教育局的新闻稿之后 四个月之后就去改日期被抓包了 民进党立委吴佩毅说 台北市政府把今年三月 教育局发布的新闻稿 从原本调阅112年 就是2023年去年的监视器 改成111年 就是2022年的监视器 那台北市政府现在是要湮灭证据吗 教育局就说 那个时候是务职年份了 写错了写错了 然后台北市政府的副发言人 李正轩还骂这个吴佩毅说 吴佩毅2022年还在担任台北市议员 你当时没有发言记录 到底谁还是空白了一年 你自己没有做好 你不要去跟人家吵架好不好 你自己写错理由还那么多 然后再来看到许晓星也是被说 你有沒有介入幼儿园园长儿子 帮他来这个所谓的戳这个事情 因为他当时有开这个记者会嘛 他今天就说 现在出面说明事情的人 在当时根本不关心 然后呢 2022年的时候 7月第一次提告 有家长提告的时候 简书培就说 柯文哲市府负责的是 黄珊珊副市长 黄珊珊今天就说 他是2022年年终就离职了 年终感觉起来是6月 对不对 结果简书培立刻又打脸说 你辞职的时间是2022年8月22号 那个时候7月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民众党只好说啊 我检视当时的SOP 我已经穷尽了一切的这么一个努力 好 所以现在呢 柯跟蒋都没有什么好互推 你们都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我在跟大家报一个事情 就是当时的录影带 监视录影器的录影带曝光了 你看到那个录影带的部分 对不起 我们被告知录影带 如果是移动的 足以辨识的 我们要做定格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你不要说 亚新姐 你们带子怎么都定格 我跟你讲 我们是被 被有关单位要求要定格的了 你看到民进党间召开的记者会 也公布了 这个园内的监视器的画面 就是说这个狼师 曾经因为被检举 是无证的幼保员 他知道以后 他也知道 因为他妈妈的幼儿园 他知道哪里有监视器 所以他犯下那些性骚扰啊 或性侵害动作 全部避开监视器 所以台北市教育局的副局长 就陈述会说 没有画面啊 就没有办法调查 这个也是很瞎 请问有人会在监视器下面 做这种事情吗 然后许淑华就说 这个狼师的妈妈 疑似利用员工的名字 在今年五月又成立了拖婴中心 而且爆料当时狼师 还会去逼拖婴中心 换句话讲 受害者不是幼儿园 大概六七岁的小孩 可能有两岁的小孩都受害 然后呢 台北市幼儿园的嫌犯的账号 又被四叉猫曝光说 那个姓毛的 他追踪的小女孩 而且还追踪柯文哲 在这里我们都要去 他报个小女孩在那边 超恶心的啦 所以这个事情啊 我们看到了这一连串的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呢 接下来往下看 先看看的就是这个监视器曝光 曝光他就知道怎么躲避 怎么犯案了 而我们另外再来看到这个事件呢 因为呢 现在蒋万安的他这个部分 他是2023年的7月上台嘛 他就说他有处理 但是被爆出来说 你2023年的7月上台 但是你接下来要处理的状况 你并没有处理的很好啊 你就是等于是慢慢的 慢慢的这样子做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 克文哲当时的状况 克文哲当时的状况 像是被说失职 因为最早爆出来 是2022年的7月爆出来 2022年7月爆出来 结果他们呢 因为说哦 我没有相关让他停职 结果2022年的12月 还有女童受害 前社会局局长周虞休 现在是克文哲身边 重要的大将 他就说我没有不作为啊 我是穷尽一切可能 在既有的上面 规定上面来处理的 但是我们现在来告诉大家 这个事件的发生啊 大家会讲到 那许巧新又如何 因为许巧新啊 在这里被说到 他当时2023年 就去年8月 不是说有开一个 有开一个 因为家长的这个问题 有开一个这个会 然后被说 本来这个会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幼儿园里面 然后后来呢 又说移到了市议会 但是呢 大家就开始炸锅了 就是说 你就是开一个协调会 你是不是要戳掉 同样有家长投诉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了洪建议 他是怎么做 洪建议直接发文 给台北市政府的单位说 你立刻要把他停职 结果他就是停聘了 所以我们看到 就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我想再次表达 对幼儿园发生性性 这起案子 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讲官安 消极敷衍 放任嫌犯 逍有法外 难道就是只有 在做政治操作吗 议员发现幼儿园 早在2022年7月 就通报教育局疑似 有狼师 当时科市府 却没有组成调查小组 因为警察说 这是在调查 司法侦办中的案子 所以没有办法 把诚情人给他 我觉得太离谱了 教育局解释 2022年时 教保服务人员条例 还没修法 无法要求 狼师停职 不过议员揭露 教育部早就有发函 说明如果有教保员 出现违法状况 行政机关 可以先进行处分 而法条精致 也在2023年上路 接手的蒋师傅 也没有动作 只要经过该县市的 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的决议 就可以命该服务人员 教保服务人员暂时离开 我们上任之后 第一次接获同报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事情 不管怎么样呢 柯文哲或蒋岸安在推 在怎么推 大家都非常清楚嘛 你们当时在遇到状况的时候 并没有做得非常的积极